嗨,我是各位兄弟们,好久没录视频了,今天来录一期 今天要录什么呢,就是讲有关于报税的事情 就是,又是到年底了,然后做卡车的小伙伴 收了一大堆的1099,你们就偷着乐吧 现在收了这么多1099了,你应该报税了 这时候呢,你会意识到,今年10万美金的1099啊 我的天哪,你有一大部分的钱啊,是要交给政府 然后政府拿去养黑人,兄弟姐妹们,还有他们家的孩子们 是花你的钱,你就偷着乐吧 话说,为什么华人这么讨厌,尤其是美东的华人 尤其是美东的老美们,尤其是南方人 说白了就是福建,说白了就是福州跟长乐,还有广东朋友们 大家都不喜欢拿什么1099,也不喜欢拿什么W2 大家都有房有车,而且都是老美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收这个东西 尤其是打工啊,就是骗一些什么大陆新移民 要么就是急着做身份的,然后呢,要么呢就是准备干嘛 准备要申请大陆的朋友过来的,不,申请国内的亲戚过来的 那要么呢就是做经济担保,申请老婆孩子过来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然后才会完美的正气,完美的报 也就是报那么一年,也就两年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或者想买房子的啊,那W2多报一点 说白了,没人会想去报这个东西,真的没人想去报 只有新移民,只有北方的那些朋友们,不太了解美国这个报税的 啊,就以为说啊,多劳多得,多挣就多有 病,懒病软,真的,多劳不一定多得,一定要用脑子 呃,我以前做指甲的时候,我旁边是一家酒庄 这个酒庄呢,老板是台湾人,台湾清华大学的吧 好像是什么,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 一个大学毕业,台湾的,然后呢,他是学什么的 他是学术,学专业的,他在,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经典 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酒庄老板,很有钱 做人非常低调,人家就说了一句话 在美国啊,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想交律师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搞身份 当你慢慢慢慢的,在美国待久了 其实律师没有什么乱用,会计师才是你的好朋友 你有个会计师朋友啊,实实在在的帮你省钱 连律师都要找会计师来帮他算一算 所有的银行家都是从会计师出来的 像那个销声客的救赎,里面那一位 懂不懂,人家也是会计师出来 会计师很牛逼的,CPA,不要小看CPA 他才能帮你实实在在的省到钱 然后还有呢,你说,你说在东部啊 通常就是招这些,招人啊,其实是很头疼的事情 尤其是想招这种报税的,几乎招不到 为什么呢,华人想招报税的,除了你去招老外 除了你的福利,差不多跟老外一样 人家才愿意在这里干 或者呢,有一些人准备退休了 比如说55岁 然后呢,使命干他10年 把税拉高一点 把税务拉高一点 就是说最后那几年,把税务报高一点 然后不干 有没有这种人,有机少数 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要现金的 真的都是要现金的 所以呢,如果你的1099或者W2 咱们先不说W2,W2其实挺好的 你知道吗,老板出一半,你出一半 这个是有好处的 因为W2多一点,你买房有好处 但是1099,蓝并软 1099是,你报的多 你交给政府多了 你贷款,才会批 很多银行是不看1099的 所以说你报的再多 蓝并软,没有用 告诉你,没有用 银行不看的 机少数银行会去看 但是你要去找 我都问过了 这些套路我都问过了 没有软用的,各位 所以说了,老老实实 找一份现金了 没有现金了 各位,回去做餐馆了 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你累了半死 可能做餐馆今年才挣个5万多现金 认真想一下 做餐馆 一个月 现在寿司师傅差不多就4,000到5,500 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拿的是现金 W2随意你报 老板就说你随意报 因为大部分餐馆都是现金 然后呢 年底还有退税 小孩子生两个或者生四个 退个1万多 哇好 粮食券再拿 粮食券呢 差不多拿个五六把这样子 然后老人家里老人啊什么的 这个再拿一点 是不是 然后什么 政府补助再搞一搞 差不多也有7万多了 那这个是轻轻松松 低收入 纯收入有7万多 那你全支票 好了 保险没了 万一有个大小疾病 什么福利都没了 念个书 完了 自个掏钱吧 生病 自个掏钱吧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卵用 睡爆的又高 累的跟狗一样 每天起早躺黑的 然后年底 赚了4万多 到手上没多少 W2也是 打得牢高了 20几万 拿到手上4万多 全部扬黑归去了 当然扯 今天是扯税 我不是CPA 我就不跟各位聊 这么多税务的问题的 反正呢 就是那么一句话 在东部啊 除非这个家伙是新移民 除非这个家伙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条件的人 他才会去拿1099 大部分人是不会去拿的 大部分人打工的 都是要拿现金 都是现金 连 连 连这边的 说句不好听了 锡完的阿米狗都知道 我要拿现金 那你说让老中拿收支票 老中会收吗 老中是不会收的 铁定不会收 收的都是新移民 骗这些的 不懂的 忽悠他 拿几个月的 会溜溜的跑了 都是这样子 真的 大部分情况下 不会拿的 然后扯远呢 咱们咱们现在的聊啥 聊路航 呃 美国有个卡车指数 叫做卡车物流指数 呃 为什么你把这条线啊 再拉长一点 那又怎么样 你就跟苹果一样 你把所有的线 拉长了之后 它是稳步在上涨的 每股都是这样子 有玩中国股票的朋友 都知道了 永远2000点 我出国他多少 他现在还是多少 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所以说啊 咱们从 重广哈 这个大趋势来看 美国的经济 都是在往上面走的 进口量也是往上面涨的 因为人口啊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 非法移民过来 说什么非法 大家都是非法来的 这么多人进来 人多消费就上去了 人多 是不是要住 人多 是不是要吃 人多 是不是要用 是不是要啪啪啪 对不对 这都要花钱的呀 是不是 有花钱 经济才能上去 那么大家都想到 存钱存钱存钱 那个国家就完蛋了 某国现在的存款是 八兆亿人民币 存在裤单里面 不掏出来 怎么刺激都没有用 因为没法刺激 没法刺激 怎么刺激 他都没反应 废了 所以说啊各位 一定要选编章 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念书 咱们就先进一个班级 先看哪个跳皮导弹呢 哪个会念书的 哪个跳皮导弹呢 为什么跳会跳皮导弹 哦原来他是跟 就是外面社会上的混混玩得比较好 有点支援啊 有点支援啊 跳皮导弹啊 喜欢 欺卵 怕硬呢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家伙我们我们多留意 再观察一会儿 谁会最念书会念书呢 某某某同学 学校花重金 从各个乡镇 选过来的 那我这种呢 就是开后门进去的 我们先观察这两种人 差不多了 咱们选编章 大驾的 跟这个家伙玩得好一点 就是这个流氓 我们用得上的 然后念书呢 为什么也能用得上 操作业的时候可以用得上的 我们就站在中间 看了这两个 选编站 基本上你会混得很开 还有这个点啊 这个点 就是入行的最好时机的 如果我现在没有车 让我再买一台 我跟你说 我还是买这一台 我还是选这一台 为什么 我买的时候算贵了 这时候啊 我如果想入行 我没有车 没有这个车 我的预算是2万美金 100万英里的车 然后我的要求是什么 你可以什么轮胎很旧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要求是什么 车子啊 大夫要在 因为我在长期开这个车 可能要开个三年五年 至少开五个五年 在我这手上 如果没有车 那么我大胆的买 2万买回来 不是说2万买回来 我就开始干了 3万块揣在口袋里面 五千块 做好所有的装备 买 配件 Turbo 离合器 1GR 1GR Coolant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配件 七七八八的 全部给它买了 或者呢 对 你如果有钱 你可以先把它买了 这些东西不占为止的 离合器比较占为止 小小的 那么Turbo什么的 不占为止 什么点火开关啊 Starter啊 发电机的 哎呀这个 这个 没什么 正常情况下 不会坏 然后电瓶的话 换4颗新的 就这么开了嘛 环游打 你说一台车有什么构造 有什么结构 车跟轮是一样的 你发现它不舒服 是不是 不舒服 就给它吃药啊 带它去看医生啊 是不是 平时把它保养好一点啊 天天去健身房搞啊 还没坏 我就可以 我就准备 已经买好配件 在那边等了 什么钢板销啊 是不是 直拉钢 我跟你说 我没坏 我都换了 所以说 我这台车已经开了 71万英里了 屁毛并没有 真的 我都不知道 有些人为什么 开了就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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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来 不会装到下面去看 知道吗 从来不装到下面去看 那里面 是不是 从来不下去看的 你知道吗 那就觉得这个车 外表很漂亮就买 大错特错 因为 两万美金 然后呢 还没有完 头三个月 你肯定是接不到单 不是说 你接不到单 你的DOT跟MC 是不能正常接单的 那这时候呢 你要有个调度 调度帮你找单 有几个小伙伴 最近 最近加我的那几个小伙伴 基本上很多人 有买个车的 买个五万八万的 两万的 两万五的 大家都混得很开 因为 也只有这个点呢 这个卡车啊 便宜了 然后他们入手了 直接买 买过来 直接干 没关系啊 你说行情当 我数据不好听了 你敢不敢拉一块四的货 我敢拉 我敢拉 为什么 我就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我 给自己开工资 我只开七毛钱 我给公司 这台车子 我给他 开七毛钱 所以就是七毛加七毛 一块四 他 油也算进去的 保险也算进去 我都算进去了 七毛钱 我自己开七毛钱 甚至我都不给自己开工资 我不给自己开工资 没有 美国的 美国的卡车啊 只有HONOR 才会混得好 为什么 这几十年来啊 他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 很多卡车司机呢 呃 他们发展到最后最后最后 那个top的时候啊 他们不是在 在继续在这个行业 继续干下去了 他们就可能去做农场主了 这个是我的梦想之一 或者是做其他行业去了 就存了点钱 做其他行业去了 比如说去开酒庄 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然后呢 还有的跑去修车了 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之一 只是说我没时间现在去学这个东西 就是我平时直接自己去学 然后我我其实是很想去学校里面去学一下柴油车的维修 但是 实在没时间去学这个 如果要学的话 现在学修车真的都是插电脑 一看哎呀 哪里出毛病 拆了换新的就是这样子 哪有什么技术 没有什么技术 真的都是拆了换新的 你只要敢拆 我是敢拆 很多人是不敢拆 我是敢拆 但是呢 我现在没话 我不敢乱拆 因为什么呢 美国这个车子 你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国内的车 那个甘板销 那个销子里面是铜的 还有黄油嘴 要打黄油的 那现在美国人比较懒 它那个销子啊全是塑料的 这有点超弹你知道吧 塑料是棉为负 但是呢 如果你重宅 它就容易坏 坏的话 你就会 路不平的时候 过弯 你就会听到咯噔 异响 所以说 我只要一听到有异响 我就知道这个坏了 但是坏能不能开 可以 很多人出来不管这个 坏了继续开呗 又不是坏在路上 只不过有异响 又怎么样 当然像我这种比较处女座一点的 就是我虽然不是处女座 但是我能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觉得 很难受 我要买新的配件 所以我就把配件都买好了 就等下一次 就给它换 然后呢 避震 没换 我也换 因为我觉得开的不舒服啊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不舒服 你以为一上一下很舒服吗 不舒服的 拖不住啊 所以说好的避震 一下就拖住了 不管你是开多快 那就跟开小车一样 然后最近我又买了一个黑科技 装在前轮的 做平衡用的 我也买了 下一期有空 我就做给各位看一下 我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啊 今天倒闭刀的这么多 又是讲税务的 又是讲买车的 买车买什么车 买具体什么型号的车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因为以前的视频里面都有 想看 哪才看 想抄作业呢 真的 就抄呗 我这个作业啊 只能达到六十分 我给自己打分一百分 我只能打六十分 只能打六十分 可能别的车主可能可以达到八十分 或者九十分 为什么我会打六十分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刚刚几个而已 有时候我是太懒 我不想自己找单 我都是叫啊 叫我媳妇 哎 帮我找单 找一下 或者怎么样 公司怎么安排 快点快点 我也不挑 但是 说句心里话 我不是很喜欢跑码头 太浪费时间 太熬冷了 还有就是什么 我也不喜欢做短图 但没办法 短图价格好啊 是吧 其实我更愿意跑长途 长途啊 只有两块 虽然说我找到的货 长途是两块钱 但是我更愿意跑长途 为什么 比如说 我从纽泽西开到达拉斯 再从达拉斯再开回来 哎 刚刚好五天时间 刚刚好 刚刚好五天时间 一周就这么过去了 搞定 我告诉你 跑长途其实一点都不上车 反而跑local啊 跑纽泽西这种烂路 纽约这种烂路啊 整天咚咚咚 整天揉轮胎 整天就是打方向 哎 烦死了 然后整天又 又是塞车 没有什么乱用 我宁可真的去跑长途 跑长途 我还可以好好煮个饭 吃一下 哎 听个音乐什么的 是不是很惬意 然后到底就睡觉 所以说 我不是很喜欢坐码头 但是下周 可能我有 我有长途的码头当 可能又是一千多英里以上 这个很刺激 而且是仲宅 到时候我会录给各位看一下 什么是仲宅 躲半丈 怎么躲 到时候再教吧 但是各位 不要去拉太重的 除非 钱很多 今晚聊了这么多 就倒闭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不懂的 或者想聊什么的 各位 分享一下 啥话题想聊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 咱们就在下期见 拜了个拜 拜拜 拜拜